中國它是一個大領地 當我說我愛中國的時候 我愛的是這個大領地 而中國政府是政權而已 台灣人不就是華人嗎 你告訴我你不是華人 那請問你是什麼人 現在開始不要再叫我祖國美人 要當也要當整個民族裡面的美人 誰要跟你在那邊矮花自己 請叫我中華美人 中國我來了 YA! 一定會有很多人說 你前陣子才因為去中國被罵 你這麼好 一個人在去啊 我要跟大家講清楚 非要不要講太多 我前陣子呢 剛剛經歷了一個非常大段的低潮 現在是牛眉 看破了不少人 看破了不少事 也更認識了這個世界 我就算活在這個地方 與大多數人為敵 我也要用我的方式去告訴這些年輕人 告訴所有人 如果你沒有實際到訪過一個地方 沒有實際到訪過一個國家 那你就絕對沒有批評他的資格 我講過非常多次 我的教育環境 我的生長環境 在媒體上面讀到的資料 都叫做 中國好可怕 大家可以看我以前的影片 我那時候對於中國人沒有好感 中國這兩個字對我來說就是貶義詞 我在去之前 多少有一些 對他們負面的刻板印象存在 但是我一到當地之後 請注意我的用詞 我感覺到 他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可怕 而我把這件事 我看到 我感覺到的感覺體驗 透過我拍了12年的頻道 分享給我的觀眾 分享出去 既然 會有人站在你的面前 告訴你說 你說的是錯誤的 很多人說 啊這個地方好可怕 千萬不要去 很多新疆集中 贏在教訓你 很多欣賞人好可憐 被證實迫害好可憐 然後你問他 你怎麼這麼了解 你上次去中國是什麼時候 我發現有三種人 第一種是 哦 我沒去過 第二種人是 那地方這好可怕 別人去了 別人去了 啊你上次去什麼時候 10年前 呀 最後一種人就是第三種人 是我收到不少的私訊 跟留言 他們會說 他們可能之前在中國的旅行體驗不是很好 在北京 被仙人跳過 被導遊騙錢 被詐騙 被搶劫 他們今天在中國的某個城市的旅行體驗 工作體驗不好 你有這些體驗 I'm so sorry 但這終究是你的旅行體驗 你的人生體驗 你沒有資格辦的旅行體驗 都用在我身上 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我在台灣 大喊 中國好亂 中國好髒 中國沒有一件事情是好的 我繼續說這些大部分的人 喜歡聽的話 我既可以在這個圈子活下去 我在某一個族群裡面 也會獲得 支持的聲音 我繼續在台灣做這件事情 我可以活得很 黯然無恙 那為什麼我去中國 他們政府既沒有給我錢 民間單位也沒有給我任何一毛錢 而我卻要 啊 這建築物真的很漂亮耶 欸 東西真的蠻好吃的 哇 其實 中國人還蠻nice的 我為什麼要去做這件吃力不討好的事 答案只有一個 那就是 當我說真話的時候 我感到自由 好在我拍片這12年的生涯裡面 我沒有說過假話 所以我不會有罪惡感 我很開心 我依然到現在 還把持著這件事情 到現在 AMG進行式 我的立場依然不變 老娘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我不喜歡他們的政府 我也認同自己是中華民國的國民這件事情 但這並不表示 我不可以跟這些中國人交朋友 我不可以愛上 中國 這塊土地 請獨立思考 中國 它是一個 大領地 當我說我愛中國的時候 我愛的是這個 大領地 而中國政府 是政權而已 所以 一堆人不喜歡中國政府 但是你不可以去禁止我 喜歡這塊土地上的人 跟在這土地上發生的事 然後上次的第二集 中國情結尾 我說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台灣人 不會否認自己是中華民族這件事 結果一回台灣 被一大堆人攻擊 請中明確不要代替我發言 我不是中華民族 我是台灣人 我會覺得 OMG 這些人在發到什麼風 台灣人 不就是華人嗎 我到底哪裡說錯了 你的身份證上面寫的是什麼 中華民國國民身份證 你的護照上面寫的是什麼 Republic of China ROC 我們的國家叫中華民國 前面的那個中華兩個字怎麼來的 我覺得有一種 我講的東西明明是所謂的政治正確 而我講的內容也是 符合我們法律的 台灣98%的人 是漢族 也就是漢人 在中華民族裡面 漢族 漢人就是其中一個民族 而當你說出 請你不要代替我發言 我不是中華民族 我是台灣人 的這句話的同時 到這段文字的同時 你說的是哪一個民族的語言 你打的是不是中文 你的母語是不是中文 你過清明節 童午節 元宵節 過農曆新年 然後你告訴我 你不是華人 那請問你是什麼人 麵包操人 你要確定的發言耶 我覺得這其實人要活在自己的想像範疇裡面 活在自己的烏托邦 夢幻國度裡面 I like it 那我建議你從現在開始你就存錢 然後去國外買一個島嶼 在那邊建立自己的政府 建立自己的文化 建立自己的語言 建造自己的國土 你想在那邊幹嘛就幹嘛 但是你現在站在的這個地方 跟你拿的是什麼樣的身份 這不用我再多說吧 再來把話跟大家講清楚 最近有非常多的人會尊稱我 祖國美人中明軒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這個title 我現在就把話跟大家講清楚 因為祖國這個東西叫做 各自表述 中華民國的憲法 告訴你 我們才叫真正的祖國 我們才叫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 我們才叫做祖國 我們是中國唯一合法政權 所以這個概念就是 哈囉大家好 是國際美人中明軒 大家好 我是International Beauty 國際美人 這個title 大家一聽就懂 可是如果我接釋 哈囉大家好 我是祖國美人中明軒 接下來就會有人問說 欸 周先生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你的祖國認同是 如果回中華民國 那現在實際上 居住在這個地方的總人口 也就才2300萬 那我也只是這2300萬裡面的美人 要確定耶 換言之 喔沒有啦 我的祖國認同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的美人 那我也只是這14億人口裡面的美人而已 要多矮化自己 你們知道除了兩岸 還內外有多少華人 老年要當也要當著 整個中華民族裡面的美人 整個華人圈的美人 整個民族裡面的美人 所以 現在開始 不要再叫我祖國美人 要當 也要當整個民族裡面的美人 只要跟你在那邊矮化自己 請叫我 中華美人 好 老師跟大家講 我上去玩中國這個地方 老實說我還蠻喜歡的 其實那個時候 我就已經在規劃我的 第二趟中國行 結果沒想要上船之後 好多精彩進到我體內 所以這個計畫呢 就是暫時停止 到近期 要不然我活在這要幹嘛 所以接這趟中國行 終於 我可以去實行了 那大家都知道 中國有四大主要一線城市 上海 北京 深圳 廣州 我們目前人生Lips 清單裡面有一項是 我要去過中國的 四個主要一線城市 上次自己一個人去了上海跟北京 現在只剩下了深圳跟廣州 這兩個一線城市 And 接這趟班機 是要飛到 深圳 中華美人 心裡也打包好了 YA 你們發現我記得莊榮是做一個 小欣欣看 YA 那非要不是說 我們就 雲地出門 Lady Lady Call me super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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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借我腰筋 YA 大家應該想說 怎麼會有人幫我掌鏡 前兩次中國行 我是一個人 我有很多畫面 很多那種body language的展現 想要這樣子 想要走一下 給大家看下我期的OTD 可是我一個人拍我沒有辦法 所以這一次 來 我花錢請了一個攝影師 YA 啊 姑姐就叫你 小慧好了 人生第一次去中國 第一次成為中國的想像長怎樣 感覺我隨時會被檢聽 好吃的很多 所以B4長這樣子 F頭我們就看會是往更好走 還是更快走 那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接這趟班機呢 是12點半起飛 通常我們不是要前三個小時到機場嗎 那我怎麼會跟你去10點半呢 因為我想說 小慧人生第一次去中國 手給我 我們兩個一起到 商務艙 商務艙 啊 啊 我們先開箱一下 一個小抱卷 一個毛毯 或鞋帶給大家辦公室 一定有幫忙準備 你裝水和果然可以先享用 稍後會送你硬骨品要過來 好 謝謝 我們來看一下椅子擋平會擋得 好 你看 我們就擋這樣子 看一下裡面有沒有濕滑 還OK 南方航空 不錯 好的 各位我現在呢 仍然已經來到了 登陣的保安國際機場 有點小擔心 因為我人生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 壓根覺得我一定可以進得來 但是據我所示 我請兩隻中國行人很多 中國的盆盆搬運我的影片 然後在他們的國內 好像有造成小轟動小騷動 連國台一班都有提到我的名字 與其天天天氣 彼而爽而 不如親身來大陸走走看看 找尋答案 大陸很進步很有趣 大陸同胞很親切很熱情 就像鍾明軒所說的 東西好吃 城市發達 人蠻熱心 我要全掉的是 大陸不可怕 那些在島內製造信息減繁 抹黑大陸的人才是真的可怕 我那兩支影片其實都還蠻 表達我的政治理想是什麼 我不知道他們會不會尊重我的政治理想 然後再讓我去惡訪他們國家 我們先講齁 你等一下先入鏡 如果我們不能入鏡的話 你先幫我報案 上次三秒 這次差不多也三秒 閉一下子直接過 我真的覺得 我們人真的不要把自己想得那麼重要 然後很多人在罵中國政府 他們沒有那麼大量的人力 可以一一去控管每個人 只要不要對他們造成太實質的傷害 基本上搞不好連你是誰他都不知道 來 我終於先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 我就是個Nobody 來到別人的國家旅行 順利入鏡 嗨 是何公大哥嗎 你好 你是何公大哥 對對對 您是 我在那個司機 好驚訝 這位呢是深圳居民 一畢業就來深圳 一畢業就來深圳 你畢業前在哪裡 陝西 那你們是做什麼 新入行業 這個大哥呢叫做何公大哥 然後他是我的觀眾 他好看我之前的中國型影片 後來我就跟他說 欸我要去深圳 你可以陪我去玩嗎 俄華博說馬上答應 謝謝 不過我好奇 何公大哥是怎麼知道我的 我就是經常上網 您去那個北京 其實也先取了一個輿論的中播 我就專門搜您 我剛掛一掛說我很擔心啊 真不用擔心 其實大陸 它很多還是很自由的 有些就是外面 有些過渡式的一個解讀 大陸這邊的一些這個氛圍啊 說的有點離譜 你們平常在這邊看到台灣人的機率高嗎 我第一份工作 周圍至少有十來個台灣人 早期台商過來投資的特別 我是永遠是希望和平 聯繫您的時候我就說 我就想增加我們兩岸的交流 您來北京 這個導遊激動了我 他讓我要更加的用力的去把這個 聯繫接得好 那大哥你去過台灣嗎 我沒有 你沒去過台灣 來 下次我當導遊 台灣很好玩耶 很棒 哇 最棒 超乜的 很棒 這真的是 媽媽 天氣 來,我們來吧 很棒 在熱身最後 在熱身中 會被人處理 歪到囉 Oh my god 終於有人可以幫我掌進Ritor了 一進門這邊有一個小巡關 然後直走這邊有一個更衣間 有拖鞋 蓋附的都有附 浴室的部分也太豪華了吧 來看有沒有打在裡面的燈 有 很漂亮 剛才示範裡 借過我出場一間 請不要偷看 這整個設備很高級耶 浴缸 然後還有附一個洗澡的 我們現在這邊看得到外面 喔 飛舞啊 欸 不要看 欸 小偷看 不要看 還有一個水療窗鏡 Oh my god 辦公桌 最近久的一個開玩笑 它連那個燈光跟空調 全部都可以在這邊調 好扯喔 好扯喔 我們這一層樓呢 是處在七十八樓 深圳呢 這個有誇張 迷你棒呢 有一台咖啡機 一兩瓶水 然後一個煮水壺 冰箱的部分 這個呢它有說要錢 然後它剛押金呢 是扣了我三千塊人民幣 它扣了超多 如果你有使用房間的任何東西 我們都可以直接扣押金 它沒有用的話它就會退還給我 呀這就是我這次入住的深圳酒店 今天叫瑞吉 現在大哥在帶我們遊深圳 我發現深圳呢 很多的小哥哥是很漂亮的 蠻帥的 後面哪個新的菜 左邊那個 先加微信 大哥說等一下前面有一條街 叫東門街 那邊有很多很多的網紅 他說我要去跟他們踢館了 要PK了 我現在這樣看過去就不想走過去了 太多了 你自己看 你只要看哪裡有位 我圍一個大圈 就說明那會有人在直播 你準備好了嗎 哈哈哈哈 我準備好了 哈哈哈哈 哇馬上又到一個直播主 競爭對手也太多了吧 你看那邊 那邊都有直播主 有人在開直播 太熱了 這也是靠打賞 嗯 這個動畫衛視已經多了 嗚 這邊非常多的直播主 他們的文化很特別 這個女的傻嫂 老闊妹好多人在看 香港 香港的朋友可以 來來來來去香港 謝謝啊 旅途愉快啊 拜拜 呀 到了中國蠻有名的首謠北品牌 叫做 兩杯葡萄 我點了店員推薦的招牌 法式香水葡萄 我在香港那麼紅喔 好啊 我香港的名字是不是叫 中美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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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仔 好漂亮 來到了大哥推薦的一間 叫做 造季傳承 中國甜品 啊 啊 這就豆花啦 咱們運氣好 一來就搶了一個桌 這個 這好吃喔 這也不錯 這個叫炸牛奶 你喝過奶雪嗎 我經常也喝 我不知道他股東樣 哇 照拍很好喝耶 我們現在來到了呢 是深圳的歡樂海岸 這個區域結合了 購物飲食文化和娛樂功能 設計理念呢 是結合現代城市生活 與自然環境 建築和景觀設計 經常使用開放式和綠色空間 旨在創造一個蘇宜和宜人的環境 然後這邊也常辦一些音樂會跟節慶展覽 開車 我們現在有一個總結心得就是 我們發現中國人的男生顏值上都還蠻高的 我們現在是小朋友搭的光光巴士 那你對我們台灣有什麼刻板印象嗎 主要是通過我看台灣的媒體 中國的媒體 包括我們的教科書啊 從小就寫著日月蘭阿里山 講的是台灣的一些美好的一些書 你讓我真的是講台灣有什麼不好的 可能就是有一點黑幫吧 蘇聯邦四海幫 對 我們才哥很帥啊 以死記錄之大哥 還沒去台灣之前的看法 我未來一定會去二條深度有 他在他待很長時間的地方 他跟當地人做交流 我們當地人都很敢聊都很OK 大哥什麼星座啊 觸眼光 果然是適合當老闆 行動力很快 走很快 吃很快 講話很快 完美主義 還能容得一下啥 一顆 多一顆耶 晚餐在這間 花椒雞 哇 好濃喔 你再嘗一下點 這個叫雞肉米 這是牛肉 這是牛肉 難怪你會來這邊 欸我那個 小藏牌點 嗯 你來 你小心喔 它會爆汁出來 嗯 這可能是我目前中國最好吃的一場 來我們來個乾杯 那你這次大陸旅行順利 耶很高興 認識大家 順利 雖然說台灣有很多人討厭中國人嘛 但是我必須講一個老實話 很多的台灣人因為中國人 在某方面得到了一些間接受益 比如說好我今天去法國機場 我英文超級爛 可是他卻有中文 但你覺得這是因為2300萬的人民 而寫中文給我看嗎 第一是因為他們要賺你們的錢啊 然後我一開始到中國的時候 我就很好奇說 為什麼我只要一表明說 我是台灣來的 然後他們就會 過多的給予熱情 後面會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們從小的教育就是 台灣是什麼彎彎 永遠有一天會回歸 母親的懷炮 你們對台灣人印象是非常好的 我在國外遇到超多問題 然後對中國人都會幫忙 我覺得這是基於你們小時候的教育 你們覺得台灣人是你們的家人啊 我是一直是希望朋友 其實我都是傳兩岸人民 我交流 我接觸 祝福祝福 祝福祝福 你在錄了 好 今天是我們的深圳第二天 因為我跟那個大哥是約長十點 我現在非常的趕 那個大哥呢 就是一個早上七點起床的人 他應該已經在樓下等了 那我們卻可以下視頻到了 我差不多出發了 到您酒店 預計是九點半可以到達 他九點十八分 傳這個訊息給我 到了 多準時 來 先給大家看小姐OTD LADY LADY CALL ME SUPERLADY L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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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 大家好 我回到台灣了 這邊 看一下 大哥這就是台灣的樣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美團這個外賣櫃得非常厲害 我之前第一次來中國的時候 飯店樓下 它就有這樣子的外賣櫃 就是我的那個外賣點完之後呢 外賣給姨姨姨把他的餐點放在裡面 我一下子我就得到一堵密碼 然後就輸入完那個密碼 它就會打開來 我就可以直接取餐 超級方便 大眾點評就很像我們那個 Google的評論 你好 我們現在來到了一間 越式茶餐廳 是廣式茶店 然後它的介紹呢 是用單體字 豆漿 很台灣豆漿 這港式的蔥油瓶 跟我們台灣蔥餅不太一樣耶 然後它這個是煉乳嗎 這等於說他們把蔥油瓶當甜品 看起來很好吃 所以像這種茶餐廳裡面 是把它當下午茶在吃 還是會把它當正餐在吃 在廣中喔 就是老一輩的人找茶 就可以從早上看那報紙 然後我們下午 蝦餃 本店招牌 這間店因為這個蝦餃而聞名 這蝦餃絕了 很好吃 哇 大油條 這油條也太大了吧 吃起來很像麵包耶 很多伯伯媽媽喜歡這種味道 第一次是腸粉 你們的腸粉外面裹的都紅皮耶 很脆耶 它味道有點豐富 這間飯囉 吃完了 我們打個幾顆星 4.5 差不多也是4 推薦給大家 拍個地址給大家看 現在來到這個叫做 電子一條街 它裡面就是賣一大堆電子設備就對了 這個大哥一直說我以後旅遊 會需要用到翻譯機 然後會想要買一台翻譯機給我 你好這裡有紅燈區嗎 你好 這裡有遊客嗎 我也不知道他犯得正不正確 喂 他走了大夫 走你的天堂 一個可以耶 小姐姐 這個多少錢 299 那我跟你合唱一首千年念人 來來來 我的愛牌 我點我一個愛喝的品 向你們喝喝看 四杯抹茶奶霜 換那個八彈木奶 然後再加壓一份濃縮進去 打在一起 謝謝 耶 耶 這就是我所說的 我們現在人呢在南投古城 我覺得這邊的設計非常好 而且你看喔 它這邊還有寫說深圳警察 然後有問題 警察掃一掃他就在你身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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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還蠻漂亮的耶 我拍一張好了 一個人多少錢 單人的話是299 一共有六張幾天 好啊 那我有一張我的那個 鎮定一點 因為搞不好以後遺照可以用 你是網嗎 是福特 我都是耶 你猜我哪裡人 台灣人 你怎麼知道 你滾一點像 那你模仿個台灣俏 他們說台灣人很機車 你很機車耶 耶 選六張照片 欸霸靈感 有一點有一點 喔 痛苦痛苦 好痛苦 這要逼瘋了 這張遺照 拍完了 來 這是以上接拍的照片 歡迎自行戒毒 移動肖像館 打卡打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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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大哥謝謝 大哥謝謝 大哥走了 我本來要跟那個大哥拍張照片啊 這個大哥真的人太好了 盪了我們兩天的地培 幫我們付餐錢 然後這樣子開車帶我們跑來跑去 然後剛剛想說 至少油錢跟那個吃飯錢 要讓我們虎月大哥每次都搶著結帳 他死都不讓我付 我就說支付把電話打開來 不打得開 我後面才知道這個大哥呢 他是某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長 然後他員工就開玩笑說 他們的老闆呢 早就已經財富自由了 因為我們前期還蠻懷疑說 怎麼會有一個人類這麼好的 然後沒想到大哥是真的人就那麼好 大哥就這樣走了 哇 深圳站也太大了吧 來 我們來做個深圳型街域 我覺得深圳呢 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城市 聽說它從1980年代才開始迅速發展 到今天也才44年 因為我已經說上海了 我覺得它沒有上海那麼發達 但是確實是有都市的感覺 比較適合居住跟在這邊工作生活吃東西 我覺得它觀光化沒有那麼的發達 但是確實還是可以來走一次 你覺得深圳如何 東西也好吃 東西真的很好吃 還蠻接近台灣的味道的 然後我覺得他們都市發展感覺 還正在發展中 對對對 很多施工地 然後那個合工大哥呢 他說他們這邊蓋房子很快 好像聽說三年就蓋好了 他說我們三年來後會是不一樣的 會是不一樣的感覺 那現在呢我們人在深圳大站 準備要坐火車前往廣州 也是我的人生打卡清單 中國第四個一線城市 那非要不多說 我們就廣州第二集見 這次深圳情是有地培來 帶我們認識深圳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因為那個大哥在那邊生活了二十幾年 等於是我們的行程呢 有點走懶男抱的概念 可以避開一些雷點 但是廣州呢 我們兩個是要自由行 我等一下再看廣州有什麼東西 廣州有什麼東西 有啊 OK 沒事 沒事 哈哈哈哈 Bye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